首先第一個,要解的方法 當然第一個我們要思考說 一般如果你剛開始寫,我是覺得你可以分階段,你不要一直想要把它全部寫完 我們可以先解決一個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幫我算這個儲存格就好了 一個儲存格,因為一個儲存格可以做得出來的話 那多個儲存格 也可以仿造一樣,就再包一個復回圈就可以了 怎麼做?首先 當然我們基本上要數的話,最好是不要用A2,因為A2裡面只有一個 這樣數感覺好像做出來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只要數這個A3好了 A3裡面只要算這個鈍號 鈍號裡面總共有幾個,最後把總數加1,就是它裡面總共的商品總數了 應該加1OK吧 因為這其實剛好就在中間,所以前後會多一個 OK 所以這個地方,邏輯大概知道 可是問題要怎麼把程式寫出來 第一個呢,一樣先開啟Visual Basic 第二個的話呢,一樣我們怎麼樣 在這裡面 我們就 輸入一個什麼Sub好了 Sub,然後商品比數 其實我前面講過,你就打這樣 商品比數Enter 這樣就OK了 其實不用public好了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先產生一個變數好了 就是計算總數幾個 也許我們用icons好了 COUNT icons等於 預測只能於0 因為 假設他比數 預測從0開始幫我加 那我要讓他去一直找 所以一直找的話就 Do 剛有寫過,Do while 找什麼呢 特別需要,我們就用那個Instreet 其實你可以用VBA 電 Instreet IN在這裡 去幫我找什麼呢 去哪邊找 所以特別重要 第一個 去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 我們用Sales好了 Sales裡面的第幾列呢 第三列 的A欄 裡面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東西呢 豆點 幫我找那個 鈍號 後瓜糊 OK 那個鈍號應該 我用那個新注音 這個來做 應該是什麼 感受鍵加這個 不過還有一點 因為還要知道他是全形半型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對還是說 最簡單的方法乾脆從這邊複製貼過去 這樣會最是最保險的 不然有時候他有全形半型 我貼一下看看 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全形的 好 那 Do while 去幫我找 找 一直找找到沒有為止 找到沒有為止 就不等於零 就是說呢 如果 他一直找 後面加一個 Enter兩下打個loop 這個意思說 幫我找 如果他當他不等於零的時候 表示有找到第1個 找到第2個也是不等於零 找到第3個也是不等於零 一直找到哪一個呢 找到最後這個 下一個就 等於零 等於零就離開了 OK 做什麼呢 所以這個剛剛我們這一行應該前面有寫過類似的有沒有 只是說 你要徹底了解 不用死背的啦 因為這背沒有意思 就是一直做 我們要主要做什麼呢 找到之後呢 就是 讓他去 如果確定他裡面 有 OK OK那我們就怎樣 把這邊加1 OK那所以呢我們可以 再把這邊 的這個結果 讓他一直往下找 OK 然後往下找 抗子等於抗子加1然後一直往後找 那往後找的話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位置讓他往後找 那往後找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寫法就是 如果當他找到了 找到的話呢表示什麼呢 我就把這個 i 抗子本來是零嘛 把它加1 零加的話就是 i抗子本身 等於 i抗子加1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 我就把這個 找到的位置讓他往後找 往後找的話意思說 我們那個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找到那個位置 我要先把它記下來 所以乾脆這樣好了 我們上面可以再多一個變數 F等於好了 那我就先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東西 直接放在這裡好了 就是先讓他去找 然後這邊直接放F就好了 意思是說好讓他先去找找看 第一次找 第一次找找到的位置存在這裡 然後再去檢查說 他是不是不等於零 如果他不等於零 不等於零的話 然後就繼續往下找 所以 找不等於零 找到第一個了 所以把icon的加1 所以 找到他 就是變成 他變成1的 所以意思說第一個 然後 再來的話 讓他往下找 往下找特別重要 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是從頭找 那如果往下找的話就是 把他 這個F的數字 怎麼樣 找到的位置 比如說 我們 假設找到這一個 這個位置在3 那我當然不能又從3開始找 又找到3 OK應該把3加1 意思是從 金這個字開始找 找到的話 他這邊 就找到 3 4 5 6 7 又是7了 那7你也不能從7開始找 你要7加1 從第8個字開始找 所以他一直找 找到沒有維持 好 有沒有 意思是這樣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要這邊加一個F加1 主要就是說 讓他加1 往後面繼續找的意思 好 那找完之後的話 最後關鍵哪個 最後呢 我需要 把 這個結果輸出到這邊來 輸出到這個 所以特別注意 你就是 輸出到哪一個 我就用這個複製 這個複製過來 這個把它改成B 結果的話就等於 等於ICONT就可以了 我把那個比數丟到這邊來 ICONT C COUNT 特別注意還有什麼 加 1 加1 把這個結果丟過來 這樣就OK了 試試看 應該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吧 OK 邏輯應該不複雜 程式也不複雜 OK 所以關鍵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前面都講過 取得不等於0 最後記得這邊要加1 把它丟過來 理論上應該得到的結果應該會是 應該會是死了 我按F8好了 豬房跑鬼哥看 所以 這個找到 我看一下F現在找到的是3 有沒有 第一次找 然後呢 就把它加1 加1的話 ICONT等於是1 OK然後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關鍵的地方就是F 本來是3的位置 加1 是說從第4個字開始 往後幫我找 所以 再按一下 你會發現 F變多少 F變0了 為什麼等於0 從 加1 我們去找什麼 找A3 商品 這應該錯 應該這個地方要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 要改成這個才對 不是改商品 應該是 意思是 叫他 再到這裡面去找 所以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邊 剛剛 漏掉 應該是這個 去這裡面找 OK按F8 然後找到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等於是找到第3了 OK 那3之後的話呢 再往 然後 往後 F加1 3 重跑一次 F8 第一次找到的話是 3 然後 然後把 再從 4 往下找 那應該F應該是多少 變7 對 沒錯 可能剛剛這個 這個地方 沒改對 好 那7的話呢 再往下 下一個應該就是 在10 有沒有 3 7 10 一種類推 那這個iCounts也會一直增加 最後的話呢 我們累積 得到的結果iCounts等於9 9加1 之後的話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就10 所以輸出 第10 那目前的話 我們只有跑什麼 跑一個 所以如果你要讓全部都跑完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在外面包一個回圈就好了 回圈的話就 For i 這個前面寫過啦 所以我大概 就 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是向下追蹤 然後中間這一串的話 其實可以把什麼 把這一 這一些東西 搬到哪裡 它的中間 記得 搬到中間之後按一個Tab 因為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程序 然後呢 再來改什麼地方呢 其實主要改那個 Sales 有沒有 只要把這個3改成 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 這邊再改一個i 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本來是以第3 列那個當成參考 那剩下來的話就是 全部讓它跑完 這樣應該理論上OK了 知情看看 有沒有 馬上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如果更多的話 看起來應該都是對的 好 另外的話 再多寫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呢 除了可以用Range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個 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 把B欄的東西清掉 OK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自行在到旁邊呢 做兩個按鈕 插入 兩個按鈕的話 這個前面都做過 所以我們就是大概 DEMO一下就好了 大概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商品比數 然後你再多做一個商品比數清除 好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算完 馬上算出來 清除 OK 所以其實可以分兩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就是 中間這一塊 本來這個i部分 所以幾個地方 一個 兩個 三個 都是用 我用3來 處理 然後 做好之後的話呢 在外面包一個回圈 因為我們這麼多列 所以for i 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列 然後再把這個3全部改成i 三個地方 就大功告成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